哇,一路长途跋涉,九点四十六 我们是早上十二点半 那开了九个小时多一点 我们终于现在开到德林哈了 其实德林哈在我的印象里面 其实是要比青海的西宁更出名的 所以的话,为什么德林哈会那么出名呢 就是因为曾经有一个诗人叫海子 他有一个诗就写了,写到德林哈 就是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句话 叫姐姐今晚我不考虑人类,我只想你 这一句话很出名 这个海子很多人不知道 海子他有一句几乎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句话 叫面朝大海春暖化开 这也是他在一首诗里面写的 到现在还在有人用 所以的话我们打算到德林哈 来注意主向我们这种文青 那么现在我们到的第一件事情 肯定是要去吃饭了 必须要吃饭 叫茶加萌牛腿骨肉大骨汤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进去看一眼 好,准备吃饭 坐哪里 好,我们坐里面 哇,这么长个桌子啊 发财了 这张桌子也太长了吧 好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我们其实四个人做一排都可以 把旁边那一桌也叫过来 跟我们做一排 完全紧了一下 没一点 没一点 好好好 那我们就吃个牦牛肉 然后我们打算逛吃开始 稍等啊 我们打算逛吃给大家拍一起 行了 那我们这里就先到这里 过后我们拍完了逛吃 我们再聊 好了 今天我们订了个汽车旅馆 看看青海的汽车旅馆 跟台湾的汽车旅馆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来 来来来 模型 哦 很多模型汽车摆在这里是吧 然后车子也是可以停在房子门口 啊 可以 好 那么 青海这里 汽车旅馆 然后大厅里面 就类似一个小超市 烟啊什么的都有卖的 饼干啊 饮料啊 各种 需要的东西都有卖的 火腿 不是 那个午餐肉都有 小鱼罐头 这个我也爱吃的 对 对它是比较适合自驾来的可能 我们到时候我们去看看房间看 对吧 台湾的我们住过 台湾的那个 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 台湾的汽车旅馆是适合情侣住过去的 是吧 很有情调 那这边呢我不知道啊 房间没看过 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 也很有情调 是吧 因为刚才那个老板跟我们说 每一间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订的是三室一厅的 那么就是大家住一起的 对 三房呢 我们过去看一眼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刚刚就这边老板过来跟我们说 车子 加水啊 要充电啊 什么 这里都是可以提供的 那所以的话路上 说作为一个驿站这里停一下 真的是很方便啊 特别自驾有的 青海这里 可惜了 我们的车只需要家里 在车上 在车上 青海这里因为环青海湖这样玩起来的话确实是很适合自驾 所以这个可以 这样 车放前开 然后两个右拐 两个右拐 对 两个右拐 对一下前退我们 我们住这里算 住车上 住车上 他谁也能加电也能加杀都行 哇 这么大的啊 啊这么大的 我靠这个洗手间 大的有点过分了吧 哇 这里还有一个大厅 哦 纯中式的 纯中式的 哦 楼下有个房间 哦 楼下这里有个房间 对 有个两间 哦 楼上还有两间 楼上还有两间 房间里都带洗手间吗 楼下有房洗手间 哦 好 看一下 二楼 哦 哦 这里也是一个大厂 哦 这个是个大房间 哦 这里也是个大厂房 哦 哦 这边是个双床房 你这个双床也这么大的 可以 可以 这可以 两层楼住别墅了 好 那我决定了 我住楼下 你住楼下好了 没事 住楼下吧 住楼下 不用爬到我 好 二楼是两个房间 共用一个洗手间 是吧 好 可以 我去拿箱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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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也很大 汽车旅馆是不是都很大 台湾的汽车旅馆也是大到离谱 哎 这里海拔多少 看一下 海拔 两千九 哇 海拔也有三千 天哪 啊 德瑞易汽车酒店 효 decir 得瑞易汽车酒店 还有没有全部弄完 新了 connections virgin 新的 新了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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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你是不是嚇一跳 嚇一跳 樓上也有 樓上也有兩個房間 一戶人家住 沒有就我們都是我們的 這棟樓 這棟樓全是我們了 這個可以躺著玩遊戲 這不是嚇死你了嗎 不夠大嗎 你在外面看他腳手的 你說在外面看怎麼樣 他說很小是吧 他覺得看上去應該很小一樣 樓上兩間樓下一間 那我住樓下兩間了 你住樓下 看起來這個房間有顏色 對啊 我們要開會了 這裡完全可以做個會議室 我住哪兒 你住樓上 我跟我們兩個住樓上好了 陳老師讓他住樓下 樓上房間超大 一樣大都一樣大 都那麼大 這個城市我查過了 酒店都比較老舊了 這間房多少錢 三間 這個三間是六百三個不到一點點 五百多塊錢 六百塊錢不到 那是好算的 三間了 對啊 我們平常三百一間 都要九百了 是吧 對 好算好算 可以 因為我感覺是比較新 我們先住住看 住住看 感受一下 明天然後告訴你們 你們到這裡 那我哪知道 他這個收了兩百塊錢 壓金肯定是到最後要扣錢的呀 這上面有沒有標價 他有標價就要錢 有標價肯定要錢 對 也還好啦 七塊五塊喝吧 喝得起 喝得起 先把這個搞上去 我先休息一下再上去 你搞上去慢慢休息 給你住樓下的 你幫我扳上去可以嗎 我剛剛沒有提到那東西 我都不行了 不行了 你先連網看看網速 我需要怪獸 誒 這裡還可以那個呢 茶道 嗯 茶道 那女女來扳好了呀 對 女女 誒 這裡真的可以破茶的 有茶壺的 我看 哪裡 有 誒 真的 大桶水啊 什麼也有 可以 我來扳 我來扳 門管了嗎 好 我來扳 你來扳大箱子 沒事 我來扳好了 哎呀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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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笑什麼啊 你在笑什麼東西 熱什麼也很大 對啊 這房間大的離譜 還有暖氣片來 晚上可以開暖氣 讓你流鼻血 哎呀 怪的啊 暖氣熱到流鼻血呀 哎呀 後面下 小杜小杜小杜 小艾小艾 就是後面 就是一條大馬路 就是一條大馬路 後面就是大馬路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房間 哦 這裡是兩個床 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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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 大家早上好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城市叫 德令哈 還是喘啊 三千 多少 哦 兩千九百七十多 也有三千米啊 海拔 真的是青海的這個海拔 哎呦 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為青海沒有什麼高海拔 青海原來也是這麼高的 現在我們打算出去吃早飯去了 到了青海肯定要吃蘭州拉麵 對吧 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 是吧 到青海怎麼會吃蘭州拉麵 我們逛吃頻道是會拍給大家看的 前因後果我們在逛 逛吃頻道裡頭跟大家說得清清楚楚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去嘗試一下青海的蘭州拉麵 走 哎呀 哎呦 你昨天晚上睡睡得舒服嗎 我 天啊 我六點鐘才睡著 差不多六點 你怎麼會這麼晚 我就是到了高海拔我就睡不著 我翻來覆去的 對啊 六點鐘才睡你前面沒睡著過啊 我前面就一直閉著眼睛想睡睡不著 一直閉著眼睛想睡想睡睡不著 然後我就打開那個手機 然後就聽聽講故事 各種各樣的講故事 然後越聽越清醒 越聽越清醒 對啊 聽故事就越聽 以前我聽聽這種故事 聽聽就睡著了 越聽越清醒 越聽越清醒 早上六點鐘才睡 所以十點鐘起來的話 其實我才睡了四個多小時 哎呦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我們的前台去轉一轉 這個地方這個城市我們打算續一晚 這個房子住得很舒服 打算再續一晚這裡住兩天 然後明天去西寧 剛剛我們問到了當地人愛吃的地方 所以的話我們就打算一路開往 開往牛肉麵的店 牛肉麵的店 我們在青海吃南州拉麵 哎 往右轉 哎呀 高的地方就是這樣 你看看這種樹馬上就是都是凸的了 對啊 你看我們只要到海拔堤的地方 新疆那邊它全是綠的 又 遠處還是水山 哎真的 哇 遠處居然還有大雪山啊 哇 我的天哪 我們以為真的是雪一路看不到了呀 接下去 那到了這裡又到處是雪山了 甘肅原來也是白雪矮矮的啊 這不是甘肅 哦 青海 對青海 對甘肅就沒那麼冷啊 青海 嗯 到了西北就覺得這裡的路啊 又寬又大又直又沒人 真的是吧 開過來的路上就不是像我們那邊 一條路上啊 動不動就堵車動不動就堵車 他們這邊就是 就地地地廣人稀啊 應該是這麼說吧 對 到晚上就是零 沒人 對呀 你看這已經算是很鬧了 對呀 將近有十輛車 在這個範圍內 在我鏡頭內 鬧死了 哎呀真的 就給我感覺 大部分的這種程式都是這樣 哇 這紅柳長得高 他們這裡不用紅柳烤嘛 在新疆那邊還沒長大 全已經被載下去烤掉了已經 對 他們不吃紅柳烤肉是吧 他們不吃紅柳烤肉是吧 他們是 西北菜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他們這邊某種菜做 什麼烤全羊 他們還給我們推薦了一家 叫什麼老菜抗肉 對 晚上我們晚上可以去試一試 早上吃那個就有點太過了 晚上他說他那個羊肉很好吃 叫鹽羊 對 不是 他是鹽分的鹽 那些羊是吃鹽長大的 羊吃過的鹽比你走過的路還多 不對 那些綠色的紅色面上的嗎 說慘了說慘了 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還多 對啊 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 哇真的是 老菜啊 老菜老菜 過分晚上去 吃那麼多鹽羊會閒死 羊會閒死 那他海裡的魚他也沒閒死呀 這邊的風景都是那種 那種 好不好吃 他應該是鹽鹽鹽鹽鹽鹽鹽那種地方 對 然後吃那裡的草啊什麼的 到了 誒 這裡不就是昨天退骨 退骨肉的那塊地方嗎 茶漿嗎 誒就是這附近啊 那好吃的都在這一塊 可能這家裡也在旁邊 嗯可能就在附近 好 走機 好我們到了這個小西湖牛肉麵 可是我清蒸啊 啊它是個清蒸的 牛肉麵應該都是清蒸 哇生意這麼好 找地兒做 哇生意好成這樣 位置都沒有 那就外面等一會唄 裡面這個麵弄的真的是好 好我們到外頭坐一會等一等 沒位置 沒位置 生意可好了連個位置都沒有 非常好吃的 進去吧你們進去等位置吧 一個位置都沒有 一個位置都沒有 好你們等位置 來我們逛吃開始 來來來來來來來 哇我們點的這個琴海辣麵 看看牛牛的這個吃相就知道 味道怎麼樣了 真的很好吃 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看看我們陳老師的這個吃相就知道了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貪吃 真的很貪吃 辣椒真的好吃 麵當時蘭州也不一樣 麵不一樣啊 麵不一樣啊 嗯 這裡的好像軟一點啊 嗯 這裡的軟一點 蘭州的軟硬硬一點 嗯 甘酥那邊吃的話都硬一點 對 甘酥那邊都會硬一點 你家這個麵館的話 甘酥也有開到的 甘酥也去開是嗎 對 林夏甘酥西藏內蒙 新疆等地 那就是開在周邊嘛 所以它沒有開到內地去 對 對吧這家店它其實 如果開到內地去也不會差的 對 不會差的 好了吃完飯了 我們 打算去逛一逛那個 海子 海子紀念館啊 獅集紀念館 我們去看一看 對 因為海子提到過這裡嘛 對吧 所以海子在這個地方 也是非常出名的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啊 嗯 好啦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海子獅哥陳列館 然後我看到這裡 怎麽會有條鐵軌呢 什麽意思 就我看到這條鐵軌 就沒有別的 什麽意思啊 就是因爲它和海子 一旦掛勾了這個鐵軌 就會覺得 它有特殊的意義 因爲海子 最後它是 握鬼自殺的 所以這裏怎麽會 放了一條鐵軌 這是他們本身 城市就在用的呢 還是為了紀念 海子而設的 這個就不知道了啊 也許是個巧合 正好是路過這邊 好我們進去看看 接接今夜我在德林哈 這個就是海子的一個詩句 孩子師哥陳列館 最出名的一句啊 就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為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這個就是 一直到現在 還是被人狼狼上口的 也是 廣大文青 那所 一直很嚮往的一個 生活狀態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是不是 現在好我們進去看一眼 誒你好 誒 這邊是賣文創的東西 誒 好 我們先往這邊看一眼啊 北大三剑客 很厲害啊他 他真的是很厲害 18歲就讀北大 18歲就讀 18歲 對 他15歲就已經展現出 他的這個天才了已經 所以他是北大三大才子嘛 孩子西川 洛伊合 就是這三個人 北大三剑客 真的很厲害 但是 這種 詩人啊 就包括你看 這裡還寫到了 顧城 就海子 詩中有大海 顧城 笔下有座小城 顧城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顧城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顧城他有一句話 也是大家都聽到過的 說是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去讓我 卻要我讓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 好像是這麼一句話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這句話肯定大家都聽說過 對吧 所以這些詩人 他們可能腦回路跟我們不一樣 對 因為顧城也行 就包括海子也行 他們最後都是自殺的 可能精神感情特別豐富吧 我覺得 是這樣子 過會兒我再給大家講一講 海子他的這個自殺 很蹊蹺很奇怪 他而且死前他寫了五封遺書 就寫完以後 然後第二天他就握鬼自殺了 然後這五封遺書的內容 就很詭異 過會兒我給大家讀一下 因為我網上我去搜了一下 搜到了他這五封遺書的原文 過會兒我給你們念一念 我們先看看這邊 1967年 出生在安徽的孩子 1968年 1968年參加什麼毛澤東語錄背誦 那個年代都是這樣 1979年 他15歲就考上了 哦 不是18歲 牛15歲就考上了 北京大學 18歲的時候已經有成就了 已經 這就是自己搞了 哦這個都是他手寫的 那時候 在水上放棄智慧 停止仰望長空 為了生存 你要留下虛辱的淚水來攪灌家園 哇 這都是 都是他寫的 長瓶獅子樹 獅子樹 鎮字邊上的獅子樹 枝葉稀樹的秋枝樹 哇 這個都是他的手稿 拍子一稿 哇 真的都是他的手稿 村莊在無故豐富的村莊 我按摩下來 我順手摸到的東西 越少越好 珍惜黃昏的村莊 珍惜雨水的村莊 萬里烏雲如同我 永恆的悲傷 哇 這總這麼隨手就來了 怎麼 野花和平與情歌的村莊 女兒的女兒野花 中國丁香的少女 在林中汗水 長髮似水 容貌美麗無比 平時囚禁在一顆 褐色星球上孤獨的親人 這太厲害了 87年 這種 這種 唉 那個年代出的 真的 這種詩人真的很多 哇 孩子 這裡 來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為馬屁才 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西良生和蔬菜 我有一座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給每一條河 每一座山去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為你祝福 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 忠誠眷屬 愿你在城市 活得幸福 我只願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哇 這是怎麼寫的出來啊 寫的人真的是 就不想上班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這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都很 對啊 而且 多少年前就是想有 我有一座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對吧 這 這個意境 唉 為馬屁才周遊世界 這個就是寫到德林哈了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夜色籠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 悲痛時握不住一滴淚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這是淚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這些路過的和居住的 德林哈今夜 這是唯一的最後的抒情 這是唯一的最後的草原 我把石頭還給石頭 讓勝利的勝利 今夜 清歌之屬於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長 今夜我只有美麗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 我只想你 這個姐姐肯定就情人嘛 應該是 對吧我覺得啊 是這樣子 應該不是說真的姐姐 這是火車經過德林哈的時候 88年 這個是89年 過了四個月 他就寫出了這一首 《青海虎心》 你看他這麼多的詩寫了 確實好厲害 這個是寫在牙皮紙上 牙皮紙上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為牙皮紙 人家寫在這兒 你看89年3月26號在河北山海關 我會離世 所以像這些詩人 就像我剛才在說的 顧成 顧成也是一個很傳奇很傳奇的人 也是寫詩寫得非常好 最後他是在新西蘭 新西蘭然後他的死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他是拿著斧子把自己的老婆砍死 然後自己又自殺了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海子的死呢 我覺得就和他的這個感情有關係 他的這個初戀 嫁到國外去了 嫁到國外去了以後 後來就是有一次 他收到了一封信 莫名其妙收到了一封信 然後這封信上寫著 就是說北大他們那裡要開校慶活動 然後就說他的那個 在國外 原嫁國外的那個女朋友也會來 所以他急匆匆的就趕到北京去了 這個可能就是他的一個起因 然後到了北京以後 然後過了沒多久 然後就發現他寫了五封遺書 然後就臥龜自殺了 然後他的這個遺書內容真的很奇怪 我是搜索了一下 我給你們讀一下 非常奇怪的五封遺書 第一封 今夜我十分清醒的意識到 是長遠和孫柯這兩個道教巫徒 使我耳朵裡充滿了幻聽 大部分聲音都是他倆的聲音 他們大概在上個星期四那天 就使我突然昏迷 弄開了我的心眼 我的所謂心眼通和天耳通 就是他們造成的 還是有關朋友告訴我 我也是這樣感到 他們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殺 今天晚上他們對我幻聽的折磨 達到頂點 我的突然死亡 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殺 都是他們一手造成的 一定要追究這兩個人的行事責任 孩子89年3月24號 第二篇 另外我還提請人們注意 今天晚上他們對我的幻聽折磨表明 他們對我的言語威脅表明 和我有關的其他人員的精神分裂 或任何死亡都肯定與他們有關 我的幻聽到心聲中 大部分陰暗內容都是他們灌輸的 現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孩子89年3月24號夜五點 第三篇 爸爸媽媽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殺或突然死亡 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長遠報仇 說明這個長遠是中央政法幹部學院的 是 但首先必須要練好氣功 孩子89年3月25號 這就過了一天了 4 伊和兄 伊和指的就是那個洛伊和嘛 另一個詩人就是北大三大才子之一啊 他說 伊和兄 我是被害死的 兇手是邪惡艱險的道教敗類長遠 他把我逼到了精神邊緣的邊緣 我只有一死 詩稿在昌平的一幕箱子中 如可能請幫助整理一些 十月 十月就是一本雜誌的名字 十月二期的稿費可以還伊平兄 欠他的錢永遠不能還清了 遺憾 孩子 89年3月25號 然後第五篇寫給校領導 從上個星期四以來 我的所有行為都是因暴徒長遠殘暴的揭開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 然後他和孫柯又對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的幻聽覺折磨 直到現在仍然愈演愈烈的進行 直到他們的預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 突然死亡或自殺 這一切後果都必須由長遠或孫柯負責 長遠是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的 孫柯現在在武漢 其他有關人員的一切精神傷害或死亡都必須由長遠和孫柯負責 他的孩子89年3月25號 然後他26號就握鬼自殺了 這就是他的武蜂很奇怪的遺書 真的是 而且後來是查了 後來去調查了 就是他自殺了以後 就是警察公安部門都進行去調查了 也去問了長遠和孫柯 長遠和孫柯就表露就是我跟那個孩子之間 我們就是一個正常的交往而已 到最後也是定性 定成了孩子是精神分裂 但是他的這個武蜂遺書 確實是讓人覺得很蹊跷很詭異 是吧這個事情 可能精神分裂是一點吧 但是可能也是因為那個時代 80年代90年代 那個時候不是練氣功的人很多 可能走火入魔了 我感覺是這個樣子 但總歸不管是孩子也行 像顾成也行 總歸最終離開了人世 但是他給世間留下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詩句 這些詩句我覺得還是真的還蠻值得看一下的 因為你自己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給你讓你簡單的幾個字 讓你展開無限的一些想像 每個人讀了以後 每個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根據自己的心境而來 這裏還可以玩沙畫 這裏還可以玩沙畫 可以畫成各種樣子 熱的拿鐵 拿鐵什麼拿鐵送明信片 這麼好哪有明信片 這幾天剛搞不動 這麼好 隨便選一張是嗎 對 除了這張黑的都可以選 除了這張黑的 這張黑的特別貴是吧 對 這個十塊一張 十塊錢一張 好 那你選吧 太悲哀了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多好 因為她這個寫的比較美 對 哪個 星星的故事是陪你走在人海 卻不會讓你走丟 還行 沒有任何夜晚的使我沉睡 沒有任何的音樂使我醒來 這不是說程老師嗎 那就要她吧 對這不就說程老師嗎 晚上不睡覺早上起不來嗎 這是人呢 這張真的是 這是孩子寫的 對 哇 這個就寫給程老師的 送給你 送給你 孩子為你寫了首詩啊 沒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沒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來 這不是晚上睡不著早上起不來嗎 這不就是 哇 這都為你寫了首詩啊 留好留好 這張送給你 量身訂製 量身訂製 留好 回去掛錢 回去掛錢 座右銘 座右銘這就是你的 哈哈 來來來蓋章 面朝大海春的花開不也是你嚮往的嗎 嗯 張張在哪兒 面朝大海 那今夜我在德林哈佩也是嗎 對啊 姐姐就不要了是吧 嗯 嗯 你身邊都是妹妹是嗎 哈哈 那個面朝大海春的花開 嗯 給我敲一個唄 等一下 嗯 這個 好 我敲一個 要寫這兒嗎 不寫這兒 不寫這兒 那我就該中間了 然後在今夜我在德林哈佩也敲一個 就兩個就好 好嘞 嗯 姐姐就不要了啊 嗯 因為都是妹妹 哈哈哈哈 好謝謝 感謝感謝感謝 等一下她要印一下她會糊掉 好好好好好 謝謝啊 你們還有拿 這個是美食啊 這個是拿鐵 這是我的拿鐵 好 你喝什麼 我不喝 你不喝啊 那我來跟 沒事只是9塊9 要不喝一杯 9塊9她不喝美食 謝謝 拿鐵還送明信片 那行 那我來一杯 那個 拿鐵 那兩杯拿鐵 美食有沒有付過 沒事沒付過了 兩杯拿鐵多少錢 兩杯 然後這個上面有價錢 我來好了 沒事 我來 你來就你來 哎呀 真的是 得到一張明信片開心成這樣 9塊9個多我付了 50不付 那咖啡就不是 不是你請的了是吧 哈哈哈哈 裝在這裡了 謝謝謝謝謝謝 我要給你挑一張 你能給我挑出啥來 哇這不就是寫我嗎 紫花美眷 也提不過四歲年華 我後面這句就不要了 嗯 因為從了大海 春了花開 嗯 有哪一個黃昏是我的家鄉 你是家鄉靜靜生長的姑娘 睫毛下的商城 為了光明 為了光明我生出一對又一對深黑的眼睛和血珠的人群 這裡怎麼沒有那個什麼黑夜什麼給我 因為那個不是寫孩子寫的 那個是顧城寫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滿適合你的 哈哈哈哈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皮膚 卻讓我喜歡 卻讓我照亮光明 哈哈哈哈 卻讓我 黑的發亮 卻讓我喜歡吃 白色的拉麵 哈哈 可以再選一個 趁它花開 可以啊 趁它花開吧 嗯 呦這主要天使倒過來的海雲是捲起來的夢啊 這是孩子寫的嗎 肯定是 哇這種話能寫得過來啊 上面都是孩子的一些 太厲害了吧 天使倒過來的海雲是捲起來的夢 哇 可以 給我也敲兩個招 嗯 也給我敲這個面朝大海 這個有點糊 啊 有點糊 這個有點糊是吧 對 這個不糊 咱可以蓋這面朝大海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有敬業我在德林哈 好 嗯 好嘞 哇你看拉花一個安心 哦真謝謝啊 哇 好看 因為從我這個角度看像個屁股 哈哈哈哈 這樣看就對了 角度沒放對 第一次做得好看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前面的都不太好看 哇 那我們就不蓋蓋子了 就直接這麼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好謝謝 沒事 沒事 親一下 欸這樣就硬一下就不會糊掉了是吧 嗯 好 好謝謝 好 那再放你的包裡吧 哪一邊是我的 都可以 哦愛心的是你的 小姑娘給你愛心的 啊 我就蓋著蓋子的就行了 我也要一個蓋子 可以啊可以啊 你不用蓋子你就直接喝 你直接喝 哥能幫我們宣傳一下日記咖啡 對 可以 然後關注一下抖音號 謝謝 可以啊我們互關一下 謝謝 可以可以可以 他們家五個粉絲 啊你們才五個粉絲啊 那加上我們不就九個了嗎 嗯 好好好 日記咖啡啊 抖音啊你們自己關注啊 都是美女 都是美女 全是美女啊 兩個小小姑娘可可可好玩了 嗯 哇你有這麼多 你有一百五十五萬粉絲 啊 我我我我我 我們發工資了給你刷火箭呢 把我笑死了 我們發工資了給你刷火箭 太可愛了太可愛了 大家可以關注他們一下啊 支持他們 跟他們聊聊天是吧 聊聊孩子聊聊詩是吧 都是文藝女青年 嗯不錯 剛剛陳老師就跟我在說 他說他可能就 對這些沒感覺了 嗯 他的父母那一代 可能是會對他們有感覺 其實就是 像顧成 像 嗯 海姿 包括台灣山毛 都是那個時代的人 所以那個時代 沒有其他的什麼娛樂的東西 對 一般都是看書 看書的話看司機 現在同手機 對 就是像陳老師小時候呢 就是看電視 對吧 那個時候就看電視啊 玩遊戲 就基本上我這一代也是 但是我是在讀小學那個期間 其實應該 因為我們的老師應該是屬於文藝 所以經常就會給我們講這些東西 所以我是聽說過故城 聽說過孩子 就後來也去到慢慢大起來以後 也去看過他們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是就是一種意境 嗯 就是這麼一種狀態 包括三毛三毛我現在 我那個青脈的那個床頭上 我放著的還是三毛三毛的書呢 有時候沒事我躺在床上 我就看一看看兩頁 但是現在就是靜不下心來 就是一本書慢慢的慢慢的 把它再去重新看一遍 就有時候翻個幾頁叮咚 手機一響我就看手機去了 然後手機一旦看了呢 就放不下了 就是這麼個回事兒 所以的話有時候其實我覺得靜下心來看看書 挺好我新房子 我就專門給自己弄了個書房 然後特意買了一張很貴很貴的一張椅子 那張椅子就是坐在上面看書的 那希望我能坐在這張椅子上看書 而不要去玩手機吧 我覺得你就是坐在這張椅子上面吃泡麵 那個椅子吃泡麵不方便的 我那張椅子躺在那裏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茶杯架 還能有個放煙灰 剛放茶杯 羊肉串 烤串 烤串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那麼一張椅子好像要兩萬塊錢 而且是在佛山要兩萬塊錢 我是咬牙剁腳買下來的 那張椅子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我就跟丹丹說 丹丹說你喜歡你就買吧 那反正我就買了 買了我希望能坐在上面看書 到最後不做心疼吧 不做那就是衝著兩萬 所以我要去坐坐我要去看書 是吧我要去看看書 就想給自己去找那麼個意境去看看書 其實都找理由了 其實看書怎麼不能看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丹丹還在後面看書呢 是吧 牛牛沒辦法 她還要看什麼別的什麼化學書呢 要考試的書那一樣 是吧 行了那我們去找個賬茶館 坐下來去喝喝茶